你好 欢迎收看杭交论股 我是杜真林 联系控股Rent Hill 环境业务贡献稳定 激励第三季经历 年增7% 并宣布美股派息一先 该公司首9个月核心经历是6400万令吉 符合MIDF投资研究的预测 此外 水务资产管理公司 豁免了该公司乡村供水项目的水务资产租金 预料每年能够节省大约1500万令吉 同时 该公司还收到了多付的1亿4000万令吉退款 该公司未来的主要催化剂 包括柔佛水费上调的安排 水务整合计划 减少流失水合约 极大电力出口到泰国的进展 以及成功得标第三大型太阳能发电厂项目 行家重申买入评级以及1令吉45仙 目标价不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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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